远方的人群再次发出了阵阵惊哭 今日这一战实在是让他们大开眼界 无论是张和还是萧辰 都给人们带来了意外的惊喜 一上双飞明月如火 不管人群如何惊讶 这一上双飞的第三件明月如火 终究还是被张和给使了出来 擂台之上张和站在消沉二十米的地方 一箭摇指天空 本是黄昏的天空忽然变得漆黑无比 随后一轮圆月缓缓升起 明月当空华光璀璨 居然出现了异响 这一上双飞究竟是什么等级的无忌 怎么会如此害人 谁都没想到这一上双飞的第三招居然出现了天地异象 明月之上突然出现了一个缥缈的人影 仿佛是从天外而来 人影手持一柄灵剑 在圆月的衬托之下那种缥缈灵动的感觉 给人一种折心临视的感觉 而擂胎之上的张和清武长剑 与那天上人影遥相对应 他忽然将长剑指向了雷神盾中的消沉 消沉只觉得心脏木地停止了跳动 周围的空间一片漆黑 所有的人都消失在他的眼前 没有张和 没有泪主 更没有人群 眼前只有无边的漆黑和漫天四散的孤独 这是一种多么可怕的感觉呀 不是身处当中的人根本是体会不到的 消沉心中狂动 本心在这一刻似乎要动摇了 就在这时 消沉体内的青龙五魂一声清河 漆黑的空间顿时破成碎片 空间再次恢复了原状 而消沉的本心也总算是稳固下来 张和见状眉头一挑 他很显然感觉到消沉本已经动摇的本心 居然又重新稳固下来 但此刻也容不得他多想 明月已经升空 没有停下来的机会 给我破 张和大喝一声 一箭怒指消沉 同时那天上的人影也感觉到张和的怒意 同时大吼了一声 给我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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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时间天地之间到处充斥着张和的怒吼之声 无上威压朝四周散去 声音当中似有莫上的威能 让人心生胆寒 这是仙音 是仙音 这明月如火 居然可以发出仙音 远方人群当中 实力较为低下的武者 直接被这仙音当场震晕了 即便是一些实力较强的武者 也非常的难受 仙音已经如此恐怖 那接下来的剑招 将会有多大的威能 人群里有人发出颤声说道 此刻的消沉心如止水 修真大拳中的无上法掘 紫雷掘疯狂地运转 元气不要命地消耗着 身上居然发出了淡淡的紫色光芒 张和站在原地 没有向前移动分口 一剑就这么对着消沉 在远隔二十米的地方 直接劈了下来 他想干嘛 即便是五尊级别的强者 剑气飞出二十米之后 威力也会降低很多 他这么做 根本打不破的雷神盾呢 萧尘心中疑惑地想到 他抬头一看 脸上露出极度骇然的表情 他总算明白 张和究竟要做什么了 因为这时那天上的人影 居然随着张和这一见 有远即近 狠狠地朝他批了过来 明月如火 当空璀璨 天外有人 一见先来 凡人蝼蚁 谁能抵挡 一声轰天俊响之后 擂台之上 消沉所立的一处 随时纷飞尘埃乱舞 由天山石 所住的擂台 生出了一个 两米深的大洞 让人惊叹不已 这明月如火 好可怕 居然连天山石 所铸造的擂台 都打出一个大洞来 此次将来的前途 必然不可限量 昔年白木学府的 那位剑尘 曾经一见之威 杀过一名武帝 是啊 张家的崛起 已经可以清晰地看见了 此战过后 沐河城的势力结构 将彻底改变 你们说 这消沉扛住这招没有 废话 这还用说 天山石都碎出了 一个大洞来 那小子 我看还有可能 连尸骨都没有了 哎呀 可惜了 美兵爵士妖兵啊 当张和使出 翼上双飞 明月如火之后 远处的人群 都认为战斗 已经结束了 虽然 大家都有点 意犹未尽的感觉 但说实话 今天这一战 确实让他们 大饱眼福 以后 也拥有 足够炫耀的资本 华光渐渐散去 明月缓缓地落下 张和黑发飞舞 谋如溪水 此招消耗 他大量的元气 和浩天剑的本源之力 如果 还不能破掉 那层雷神盾的话 那么他 也再无办法 不过 会有这种可能吗 很明显 是不会有的 张和的嘴角勾起一抹冷笑 他提着长影剑 朝破洞走去了 步伐轻松 神色悠闲 但是心中的警惕 并没有放下半分 这萧尘以区区中品舞者的境界 给他带来的惊讶 实在是太多了 让他心中难以平静 不到最后一刻 是绝对不能放松的 巨大的碎石底部 萧尘身上的衣衫 已经破成了碎条 像一个死人一般躺在地上 萧尘双眼紧闭 嘴角残留着两点血迹 鼻嘴之中 鲜血依旧在流淌 他左手紧握 里面似乎有什么东西 右手边月影刀插在了地上 张和微微地松了一口气 无论从哪里看 萧尘都是身受重伤 绝不会再有战斗力的 张和轻轻一笑 他跳了下去 走到月影刀的跟前 便淡淡地说道 这病妖兵 我张和收下了 就在他的手将要触及刀柄之时 萧尘的右手突然动了起来 缓缓地指向张和 而紧闭的双眼 也木然地睁开了 此刻萧尘的眸色里 散发着血红色的光芒 脸上露出一个诡异的笑容 此刻配合他那张满是血迹的脸 看起来格外恐怖 张和心中一鸣 他感受到一股危险的气息 天鹏展翅身法 在这一刻极限般地施展出来 人如大鹏腾飞 瞬间回到擂台之上 在他的身后 一缕紫色的火焰 如巨蟒一般腾然而起 紧踢而来 如果他再卖上半分的话 就会被这紫火击中 后果不堪设想 紫火从他的身后擦边而过 一缕火星掉落在他的发丝之上 瞬间一股娇而传来 他飘逸的长发被点燃了大半 张和体内元气运转 发丝瞬间竖起 每一根竖起的头发之上 都燃烧紫色的火焰 缓缓地向下吸来 下一刻就要烧到他的头顶 爽 张和果断地一剑 将已经燃烧的发丝 全部斩断 竖起的头发全部落下 原本那头飘逸的长发消失了 只剩下半截枯黄的杂毛 上面还有一股股焦臭之位传来 这一刻张和的脸上 实在是难看到极点 所谓吃屎之后的表情 大概也就是张和现在的样子了 远处的人群 看着张和意气风滑地跳下去 都会以为他提着月影刀出来 结束这场战斗 可片刻之后却又惊讶地发现 张和狼狈之极地窜了上来 发丝突然燃烧 然后表情就像吃了屎一般难看 谁都猜不透 这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们感觉都没有 那个下面的人好像气血越来越旺了呀 是啊 我也感觉到了 这好像是境界突破前的景象 不会吧 难道这人大难不死之后 境界居然还提升到上品无者 碎洞之中 萧尘将左手中那枚完全吸收的下席灵石随手扔起 灵石的表面失去了所有的光泽 看起来与一块普通的石头无异 已经没有任何价值 感受到先前服用过的补血丹 在体内的药力已经完全散去 萧尘轻轻地松了一口气 说实话 这明月如火实在是太可怕了 自己已经堪比地阶初级武技的雷神盾 在他的面前 犹如宝纸一般 没有任何作用 那天外飞来的人影像是仙人临世 一剑之威就将护身的子雷爵全部打散 七孔瞬间流血 如果不是自己含了一颗补血丹在口中 即便在有雷神盾和子雷爵双重附体的情况之下 此刻也绝对没有站起来的力气 萧尘将神石外放 看到擂台之上站立的张合 嘴角勾起了一抹轻笑 从乾坤戒中再次拿出了一颗丹药吞响 这是一颗吞原丹 服用之后可以在极短的时间之内 将使用者的力量提升数倍 恐怖至极 吸收了下级零食 萧尘轻松地达到上品舞者巅峰大圆满的境界 此刻服用吞原丹 实力立刻飙升到中品舞师的境界 这一刻 萧尘的力量绝对可以完全和张合媲美 甚至在青龙舞魂的帮助之下 有过之而无不及 远处的人群只能感受到萧尘的实力 在不断地攀升 擂台之上的张合却是切身感觉这种朝他狠狠压来的气势 汹涌澎湃一浪高过一浪 哄 萧尘脚掌踏地 猛的一跃重新站在了擂台之上 手中月影刀电芒闪烁 无尽的力气滔天般地四散出去 整个像是地狱的魔神一般 而张合的脸上也第一次露出了凝重的表情 有可能会败在他的刀下了 心中居然不自觉地涌出了这样的想法 一上双飞 一字进决 实在受不了滔天力气对自己的压迫 张合抢先出招朴实无华光芒内敛 又是威力无穷的一剑 配合着绝世身法天鹏斩翅 向着萧尘狠狠地劈取 萧尘冷冷一笑 先前他一直观察着张合的移动轨迹 此刻实力提升之后 张合那原本自傲的身法 在他的眼中已经可以清晰地捕捉到 瞬间就能看破他的动作 一上双飞 一字进展 在张合惊讶的目光中 萧尘居然使出了和张合同样的剑法 同样朴实无华光芒内敛的一剑 后发先至避开张合的攻势 直取他的心脏 这 这怎么可能 他怎么会一上双飞 他只是看了一眼罢了 张合此刻心中大惊 张法一下子乱了 一字剑掌的威力有多大 他是最清楚不过的 连忙收剑回首 想要将这一剑挡下来 这一上双飞的剑法 他亲吟了多年 对之无比了解 在经过了瞬间的慌乱之后 很快就想出了抵挡的办法 只见张合脚步微动 横剑在胸 剑身护在心胸之处 将萧尘的攻击角度 算得精准无比 当的一声 刀剑相交 发出以声清明的碰撞之声 月影刀上传来的巨大力量 远出张合的意料 灵力的攻伐之气 瞬间就将他完美的步伐破掉 蕴含六阶腰核的月影刀之上 传来滔滔不断的电芒暗进 透过他的长影剑 狠狠地窜进他的体内 充满暴力支气的雷芒 在张合的体内横冲直撞 所有阻挡的元气 瞬间崩溃了 张合喉咙已甜 一口鲜血吐了出来 身体向后飞退了五步 他目光惊愕地看着萧尘 不敢相信地说道 你 你竟然将翼上双飞一次见斩 融合到自己的刀招之中 这 这怎么可能 翼上无双 浅求乱舞 萧尘并没有回答张合的话 这翼上无双的第二招 直接使了出来 身体在空中飞速地变换身位 一道道刀王 向着张合急设而去